很多穷人都有过梦想 甚至有过机遇 有过行动 但要坚持到底却很难 强者不是没有眼泪 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 人最先衰老的不是容貌 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 诸葛亮从来不问刘备 为什么我们的贱那么少 关羽从来不问刘备 为什么我们的士兵那么少 张飞从来不问刘备 兵临城下我该怎么办 于是有了草船借鉴 有了过五官斩六将 有了聚水断桥下退曹兵 赵子龙接到进攻军令时 手上只有二十个兵 收获成果时已攻下了十座城池 多了两万兵 增了三千匹马 军令上只是写着 攻下城池 如若万事俱备 你的价值何在 孙悟空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 猪八戒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 沙和尚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 白龙马也是在取经路上碰到的 所以要碰到可以与你一路同行的人 你必须先上路 不是有了同行者才上路 是因为你在路上才会有同行者 可惜呀 好多人把这个道理想反了 狮子看见一条疯狗赶紧躲开 小狮子说 爸爸 你敢和老虎拼斗 与猎豹争熊 却躲避一条疯狗 多丢人呢 狮子问 孩子 打败一条疯狗光荣吗 小狮子摇摇头 让疯狗咬一口 倒霉不倒霉 小狮子点点头 既然如此 咱们干嘛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 不是什么人都配做你的对手 不要与那些没有素质的人争辩 微微一笑 远离他 不要让他咬到你 这个必须看明白 因为许多人正在和疯狗斗 邮局不努力 成就了顺丰 银行不努力 成就了支付宝 通讯不努力 成就了微信 商场不努力 成就了淘宝 老婆不努力 成就了小三 今天 如果你还在抱怨 不去努力 就一定成就了别人 你不做 别人会来做 你愿不愿意又何妨 你不成长 没人会等你 你不努力 一年后的你 还是原来的你 只是老了一岁 你若成功了 放屁都有道理 你若失败了 再有道理 都是放屁 越牛逼的人 越谦虚 越没本事的人 越装逼 拼你想要的 争你没有的 记住 可以哭 可以恨 但是不可以不坚强 你必须非常努力 因为 后面还有一群人 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即便是躺着中枪 也要姿势漂亮 最穷 不过要饭 不死 终会出头 可以 冷冷的眼泪伤